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2020年1月9號星期四的忍者無敵 我是某種證券投顧分析師陳坤仁 各位投資朋友 現在時間的話是下午5點 因為我今天比較晚錄影 原因是因為我去參加 因為我是來到投顧業 所以我必須要參加投顧業的一個在職訓練 所以剛一下課的時候我就趕快回來 那又為了因為要有投資朋友會員朋友 都是希望我能夠在每天就是盤視解盤的部分 也要講清楚 然後可以讓我們的會員 讓我的投資朋友可以安心的來面對現在目前的行情 所以今天的部分的話 我稍微比較晚一點錄影 不過其實我覺得晚錄影也有晚錄影的好處 因為剛剛有一些我覺得還蠻重要的資訊都陸陸續續來做出來了 那包含像是今天因為下午2點多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法說 那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這是大力光的法說 那大力光的法說的話也有一些資訊 那陸陸續續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等一下也會在節目裡面跟投資朋友們做說明 那包含了大力光自己的看法 還有包含了對蘋果供應鏈的一些未來一些展望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今天的法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的節目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呢 因為今天也是一樣 因為5點了 所以外資的買賣超的部分已經出來了 所以今天的大盤在大漲了153點之後呢 那看到今天的一個外資也是一樣轉為買超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目前看起來這個盤勢又有一點點像是恢復平靜的一個狀態 所以等一下我也會跟大家做說明 那另外的話呢 你看我今天的標題喔 就是你看到有一檔ETF漲停了 那ETF竟然會漲停 那這檔ETF可不可以追 那等一下的話我也會跟投資朋友們做說明 所以我想把今天的部分的話先把它拆成這樣子比較重點式的部分 那也請見諒我這邊旁邊放的其實也是有一堆的資料 那所以我等一下如果偷瞄這邊的話 那還行多包含 原因是因為我真的今天準備非常非常多的資料 要來做分享給大家 那先來看大盤的部分好了 因為我還是要每天要看一下今天的一個盤勢的部分 來今天的大盤的部分的話 今天開高震盪走高 那收在今天的一個相對的高點 那今天的話是收在11970 那今天的話是上漲153點 那原因的話 當然不外乎昨天晚上的川普總統講話了 那而且他的講話 聽起來還是一個還蠻 我認為他的一個說法 是叫做是退一步的一個說法 那原因的話是因為昨天雖然 伊朗那邊射了一些導彈出來 那射到美國的一個伊拉克基地 但是呢其實在晚上的川普的講話來說的話 他反而也是自己去做退一步的部分 那如果投資朋友你有去Google一些新聞的話 你大概會Google到這一篇 那不是那個買一送一 這個是白宮的部分 來川普總統伊朗講話 而且他這個是一個中英 英中對照的一個版本 那裡面講的部分的話 就是川普昨天晚上的一個公開演說 那不過裡面最重要的部分的話 我先講一下 如果你是想要看那個英中翻譯 想要學英文的話 請各位投資朋友務必跳過這一篇 那因為我剛剛看完了之後 我發現原來裡面還蠻多 那個不太文雅的字句的 那但是裡面的話還是傳遞了一些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訊息 那這邊的話分享給大家 這邊裡面分享的話我只講重點 那原因是因為裡面的重點 已經讓美股反彈 讓國際股市回穩 甚至讓台灣 我們的台股的部分 今天是大漲的部分 來 裡面講到的部分的話 有講到的叫做是 這裡 我直接放大給大家看 我把它複製貼上在一個大的地方 給大家看一下 來 這裡面講到的部分的話 當我們繼續評估 對伊朗侵略的方案的時候 美國立即對伊朗政權施加 額外性的經濟制裁 那各位投資朋友 有看到關鍵字嗎 這個叫經濟制裁 而不叫武力的一個反擊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造就昨天晚上美股的一個 創高的原因 那另外的話當然 今天早上的一個台股 那甚至亞洲股市 也因為這個利多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有比較大幅的反彈 那在反彈的過程中呢 其實我想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我並沒有改變我的一個叫做是震盪盤勢的一個看法 那原因的話請各位投資朋友看一下這個線型的部分 那還記得我在前天的時候嗎 有把這個所謂的200點的這樣的一個震盪區間 拉高到了接近所謂的400點的這樣一個區間嗎 那所以我那個時候的講法叫做是其實 已經跌破了一個200點的一個區間 所以我必須要把我的一個偏多的一個行情啊 轉為比較屬於一個震盪的看法 那但是在震盪的看法裡面的話 我並沒有轉空 那原因的話是因為 其實如果各位投資朋友 你可以看到我這兩條線的話 你會看到昨天其實剛好 我剛好真的是跌在這個線上面 也就是說 昨天的下跌的過程中啊 其實剛好跌在我的這個所謂的下 就是區間的這個下緣 那也就表示說這個區間的下緣 它是一個有力的一個支撐 那當然上面這邊的12197 這邊已經算是一個短期的高點了 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話 叫做是跌到這一個 昨天的這個下跌的過程中 跌在這一個區間的下緣之外 它還跌在一個叫做是上升趨勢線上面 那我把這縮小給大家看 你就會知道了來 這個我昨天都沒有講到 但是我覺得這很重要 所以必須要今天在這邊再做一個補充 來這邊有沒有看到一條 像是一條上升趨勢線的這樣的一個線型 那既然從 這樣子一個上升趨勢線的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它剛好跌在這個上升趨勢線 然後又剛好跌在一個所謂的 箱形的下緣來說的話 那昨天的一個行情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察的一個地方 那我昨天也有講到 叫做是其實昨天的時候啊 我有點覺得像是叫做多跌的 那原因是因為其實昨天 如果你看營收公告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已經有一些營收公告的時候 已經不再跌了 那因為其實在12月營收啊 叫做是衰退叫做是必然的現象 那但是在昨天的一個 盤勢在下跌過程中的時候啊 你發現反而是在營收公告的時候 那有一些個股已經開始在反彈了 那等一下我會講一些個股會更明顯 就是昨天的營收公告 反而讓今天的一些個股 反而強勢的在往上做反彈 所以昨天的看法叫做是不偏空 只轉為震盪的一個部分 所以今天的話我一樣延續 這樣一個行情的看法 那一樣我就是我一樣把這個行情啊 我放打給大家看 來今天有沒有剛好也是上漲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怎麼剛好上漲在這條紅色的線上面呢 那這條紅色線的話其實就是 我一直放在這邊 只是我沒有特別把它拿出來講的 叫做是月均線 所以你會發現原來跌了400點之後 那今天這個反彈153點 那是剛好反彈在所謂的月均線的這個部分 所以也就表示說 如果純粹就技術線型的角度來說的話 那震盪的行情是依然沒有改變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是我對一個技術面的一個結論的部分 先給大家做了解 那但是如果說所謂的震盪行情沒有改變的時候呢 那一定會有一些很重要的觀察指標 那這些觀察指標是什麼 我就繼續推導下去給大家看 那我先講一個東西叫做是所謂的營收公告這件事情 來營收公告啊是在每個月的10號之前 這個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這個月的營收 如果看我今天早上的盤勢的說明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數據叫做是 其實在昨天為止到昨天已經是 1月8號為止喔 就是只有500 來我看一下數據 來 只有500 多家 那公告這個營收的數據喔 就是只有564家公告而已 那其中的話只有 34家創所謂的歷史新高 那所以其實在這個創高的這些加速來說的話 是明顯的比12月 還有11月更加的衰退了許多 我說用許多 因為到12月為止的話 大約還有50幾家還在創高 那到今天為止的話只剩下兩天而已喔 那竟然只有大概12月的一半大概多一點點而已 所以在這個營收公告來說的話 一直都是在前幾天 就是在12月初 就在1月初的時候啊 帶給這個行情比較屬於一個利空測試 所以我已經在前面已經先講了 就是所謂的利空測試 1月初的一個行情 這個是我這前幾天的一個看法 那但是呢 如果你看到像 昨天跟今天的一個狀況來說的話 就有一點點不一樣了 我舉例來說 來 昨天公告的一家營收 那創了所謂的新高的部分 來這個是誰 雅德克 那1590的雅德克他今天 今天就直接跳空上漲之後 開高走高 那直接去工漲停板 當然我沒有買 不好意思我真的 我只是用這些很重要的指標 來看現在目前的一個行情的一個看法 來雅德克他公告營收創歷史新高 然後他今天強勢的漲停 然後另外的話 他也帶動了2049的上營 今天上漲了6% 那另外比方說像是 整個工具機的一個族群 那這個是全球傳動漲了接近5% 然後甚至呢 1597的值得 那今天也上漲了3.3%這個部分 所以可以看到 在營收公告的這個過程中啊 在上半 應該說在前幾天的行情裡面 是營收公告 那反而是股價或者是下跌 比方說像大力光 那就是在下跌嘛 那甚至像是 國具在公告的時候 那順便在公告說他要發GDR 然後這個行 它也是一樣是跌停的 可是如果你看到像昨天前天的 像是那個華興科公告衰退營收的時候 它沒有跌喔 然後昨天在公告所謂的 亞德克營收創歷史新高的時候 它竟然是強勢的上漲 所以看起來啊 這個月營收往後拖 拖著公告的這些加速來說的話 還有1000多家沒公告 這個我覺得應該有點像是 他們真的是拖對了 那個對 正確的這個正確的判斷 所以拖到最後才去公告的時候啊 反而這些利空漸漸的在做出境 那真的是在所謂的這個行情漸漸的回穩的狀態 讓這些營收可能不是那麼好的狀況的一些公司 那有一點點以拖待變這樣的狀況發生 對他們來說應該是好的一個現象 那 所以也就表示說 既然來 國際股市的一個利空漸漸的消除了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說像是 營收的利空漸漸的消除了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 這個大盤也漸漸的一個回穩了 所以這個行情來說的話 雖然叫做是一個區間震盪 那雖然叫做是一個 有點像是還是一樣 屬於一個盤整的一個格局 那但是如果就大的方向來說的話 其實我還是一樣看法不變 那看法不變的話 叫做是波段多頭的一個看法 是一直以來我一直延續的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要用繼續推導下去給大家看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會這樣的說法了 我剛剛前面有講 在大立光今天開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法說 那它的一個看法 其實剛剛已經陸續你會看到新聞了 幾個看法給大家看一下 來第一個叫做是 12月營收 拉貨的高峰期已經過了 所以當然大家都知道 所以當它公告12月營收的時候 來 12月營收公告的時候它是用下跌來做反應的 那那天的話是下跌了接近3% 然後當然也拖累了大盤 然後它又再繼續再多跌一天 然後也拖累著大盤 那我不管叫做是國際利空 還是大立光的營收利空 都讓大盤下跌 都讓大立光下跌 那但是如果你 今天看所謂的大立光的一個 外資的買賣超來說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天 我應該說這兩天 因為今天目前為止我還沒看到 那個外資的一個公 呃 所謂的 買賣超的部分 來 出來了 來 現在已經5點多 已經出來了 那到今天為止 甚至我應該這樣講 到1月6號那天開始 那反而在營收的一個利空之後呢 只有一天的賣超 然後又很快速的再轉為所謂的買超 而且連續又再買超了4天 包含了1月6號 7號 8號 和9號 都有所謂的再買回來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大立光的一個外資的態度啊 依然是屬於偏多的狀況 那剛剛他的法說來說的話 其實很漂亮 那他有講到是Q4的毛利率有高達71% 那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股王 然後另外的話他有講到的叫做是 呃 去年就是2019年的一個全年的一個最後盈餘啊 達到210.69元 這個是字節的一個部分 所以 在股王的這樣子一個 這麼亮眼的一個 呃 數據來說的話 我在推導叫做是 如果用4865 也就是今天的收盤價去除以去年的EPS的時候 你會發現 欸 怎麼只有23倍的本益比而已 那23倍的本益比 竟然是現在的當前的股王 欸有沒有太便宜了 那另外的話如果你看台積電的一個部分的話 台積電要在1月16號去做法說嘛 那如果以現在目前這個時間點來看的話 其實我一直講的就是 台積電的一個 目前的本益比啊 也大概就是在25倍的一個上下 所以現在既然 就包含了像是股王 那包含像是拳王 有這麼一個便宜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本益比來說的話 那也就表示說 現在這個樣的行情 其實不會算貴 那真的不會算貴 只是 有一些的一些雜音 所謂的長高的雜音也好 然後像是 所謂的 國際的一個雜音也好 或者說像是所謂的 營收的一個短線的雜音也好 那這些雜音啊 終究要過去 那終究要過去的話 其實你就會看到 欸這個行情就會回穩 而且有可能在持續再往上 往上攻堅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 所以為什麼我會 會在昨天的時候啊 就是把 一個比較新的一個資訊 帶給大家 就是說我希望用 在因為畢竟在這個時間點 那真的有很多投資朋友 是這樣子在支持我的 所以我希望在這樣 大家在支持我的 這樣的過程裡面啊 在這樣的短線的一個干擾的 過程裡面 盤式的干擾 我希望帶給大家 是比較一個安心的操作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用現在目前來說 這個用最短的一個會期 然後讓大家有一個 最大的一個回饋 那我希望因為畢竟從1月 到3月的這段期間啊 是屬於一個 財報空窗的時間點 而且是屬於一個行情 確定是一個 以過去的一個統計 統計來說的話 怎麼樣都是一個選後 不管是選 誰選上 那他就會有一個 波段多頭的一個行情來說的話 那我可以幫你把 現在目前的一個持股做調整 然後幫你把現在目前的一個持股 調整到一個 可以安心操作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才會啟動這樣的一個 叫做最短會期 最大回饋的一個這樣子一個部分 那 所以如果 目前為止 你對你的操作 那你覺得你希望能夠做得更好的話 那請 你可以用 加入我的LINE 就是一樣 就是小老鼠 DA REN888 那或者是說 你可以直接撥打 0800668085 就是來來幫您幫我 這個我想大家應該都已經 有加入了 不過如果你還沒加入的話 那你還是一樣 就可以在這個時間點 趕快來做加入 我的一個獲利的一個行列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還是帶給大家 那當然 還是會有投資朋友問我說 那現在目前這個行情 那 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 比較積極的操作 那我當然會跟投資朋友說明說 這個時間點 我不管看波段 或者看短線 那當然 看短線你還是會有一些 比較屬於震盪的一個行情 但是如果看波段來說的話 那這個波段多頭是明確的嘛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說 如果你這個時間點 那你還有一些像疑慮的話 那我再給你看一下 所謂的 總統大選後 的一個行情的看法 因為我之前已經看過很多年了 我再給大家看 2016這一次就好 來看一下 然後甚至我再把這個時間 再把它放大拉長 因為真的是有投資朋友還在問 所謂的選後會不會跌 因為他們說 聽說選後要跌了 那但是我會告訴你說 這個市場上面 永遠不缺乏所謂的聽說 我只用看圖的方式 來跟投資朋友們做說明 來做推導 有圖有真相 告訴你 這是2016年選後之後啊 它就是一個低點 然後它就一路的創高 然後就這樣子 漲到所謂的 財報空窗期結束為止 那當然我依然是這樣的看法 是一個看法是沒有任何改變的 那當然現在目前的一個震盪行情的話 只是帶來另外一個更好的一個買點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一樣補充給大家 好那我剛前面有說 就是因為今天有ETF漲停 那我們來看是哪一檔ETF 那能不能再做去做追價的部分 來00701 竟然有ETF漲停 那竟然這檔叫做是國泰的鼓勵的精選ETF 鼓勵的30的ETF 那這檔ETF是長什麼樣子 我不是幫國泰做業配 我要提醒你現在目前的狀況 我會告訴你能不能再去做追價的一個部分 那最後的結論的話還是請你自己先來做風險 跟你的報酬之間的一個控管的考量 我想最後五分鐘的部分的話 我想用ETF來做一個補充的說明 這個部分 那當然我另外再補充一檔那個 00677U 我先講00677U 那原因是因為終究 VIX恢復平靜了 所以 677U 富邦VIX這檔ETF 今天又大跌了6.64% 那這檔ETF的話 我還是建議大家能避開 你千萬務必要避開 原因是因為雖然好像看起來 現在目前儘管會有一點想要放寬 所謂的 反分割可以讓它再 不要被下市的一個疑慮 可是到目前為止 現在這檔ETF 應該說這檔ETF 它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依然沒有改變 它就是終究要每年 就是要吃掉你40% 報酬的一檔ETF 所以請你 我想用避開來做 再來做這樣的一個判斷 我想這個是對投資人最大的保護 那我剛剛前面講的 來00701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它今天漲停了 為什麼漲停 原因是因為 國泰投信公告說 它要配息1.66元 那如果以1.66元來換算 現在目前的一個股價來說的話 這個股價 到目前為止 它的殖利率 竟然還高達了6% 竟然還高達了6% 因為它這檔的話 是擁有30檔 高配息的標的ETF 那這些標的的話 其實也都有公告出來 我給大家看一下 來這些標的的話 就在這邊 包含了像是中華電信 中信金 南亞台化國泰金 統一這些 當然這些都是很穩健的 這真的是非常穩健的 那另外如果你用去概算一下說 它如果今天漲停嘛 因為今天已經買不到 已經還鎖2000多張 如果明天再漲停的話 股價的話會到28.479左右 就大概28點 我直接抓整數好了 28.5的部分 那如果用28.5來換算的話 還有5.8%的一個殖利率 所以如果這檔ETF 明天我再推測 應該還是會有所謂的 追價的買盤出來 那因為畢竟 6%的殖利率和5.8%的一個殖利率 還算一個還不錯的一個殖利率喔 那但是我要講的一件事情是 要不要去追 那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你再去做判斷 你要不要去做追價的部分 來 006 00701 這是他今天的K線 我放大給大家看 今天他大漲 漲停 到 25.89 然後下面這邊的這一根啊 是他今天的成交量 今天的成交量是一萬兩 一萬三千張的一個成交量 可是如果你扣掉今天的成交量之前 來看昨天是 三百一千張 一千張來再往前推的話是 421張 然後再往更前面去推的時候 比方說像12月17的時候啊 你可以看得到的這個成交量是多少 來我把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成交量的部分的話你看這邊喔 這裡 太小了 我直接念給大家聽 來成交量是 446張 然後再往前推 給大家看 往前推 這個是12月6號的成交量的話是 44張 那再往前推的話 這是92張 11月18號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看到像這樣子的一檔 ETF 他是因為 純粹是因為所謂的殖利率 讓他今天去漲停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留意到這個風險 就是說 如果你願意承受這樣的殖利率 或者是你願意獲得這樣的殖利率的時候的話 當然你可以去做 進場買進的部分 但是你必須要考慮到另外一個問題 叫做是 如果你今天去買下去之後 你也必須要承擔 未來這檔ETF 他恢復平靜之後 他的一個成交量流動性的問題 那你就要考慮到說 你到底可不可以追 或者你應該要去追多少 那所以這些ETF的這些相關的風險 因為 我真的老實說 如果有所謂的ETF 或者是什麼存股的這種話題的節目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怎麼突然點閱率 或者是討論 討論的這個話題突然變多了 那但是我必須要 基於一個很公正的立場 就是說告訴你 這些所謂的ETF 他當然有他的一個優勢 那但是他也有所謂的他的一個風險 和必須要你能夠先能夠承受 再去做買進的這樣的部分 所以 這檔ETF 就算如果明天還漲停的話 還有5.8%的一個殖利率 那但是這個殖利率來說的話 你必須要有 除完息之後 除完息之後再去做填息 你才可以獲得這個殖利率5.8%這樣的報酬 另外的話就要提醒大家說 如果你這檔ETF 未來又回到所謂的 沒有成交量的時候 你必須要考量說 你既然買進去之後 你會不會有所謂的流動性的風險 除非你是 每年就只打算要去做配息的部分 那我的 對這檔ETF的一個看法的話 就到這邊 所以 請容我沒有對他 該不該買進 先去做一個評論 我只告訴你 他會有什麼樣的報酬 和有什麼樣的風險 給大家知道 那今天的節目的話 我想就先 先到這邊 那 今天稍微晚一點點 我讓我的 我的那個 美工團隊和導播團隊 有一點點晚下班了 那明天的話也會稍微晚一點點 不過內容的話 我會盡量 幫助大家去做 準備越多越 越豐富的一個內容給大家 當然還是一樣 預祝各位投資朋友 獲利888 謝謝大家 謝謝 並自負投資風險